要去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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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太多 会让关节很痛 忧愁起眉头 星期一早上试红 阳光很大 都不在我的头上 再见了想要做真的他 前进放弃他 Hey you 去哪 想哪 就去哪 地图给我 直到哪 就去哪 喂胖 你怎么会因人吃一碗 因为这是最后一站的 我必须拿出我的实力 所以前面都是奖 前面都是奖项 口味 这个不错哦 它的那个根的味道很好 白菜的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你要吃那个肉 我喜欢那个白菜在里面的 角色 大概有点像 阿葵吧 阿葵在宇宙人的角色 大概是一个白菜 他会放什么 乌醋 不可或缺 没有 我会放这个 负责把这道菜吃掉 那个人 这道菜 如果要用我们宇宙人 宏明专辑 的里面的一首歌 来形容的话 可是 越来越像 哦 诶 为什么 我本来没有什么食欲 但我觉得 好吃耶 我觉得刚刚论饼跟这个 都有个很大特色就是 那个香菜 非常的点提 真的 就好像画龙点睛 这样画一圈这样 然后就 好我们今天呢 跟着宇宙人 然后 吃了好几个地方 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情味 来到地球 然后又来到高雄 感觉还不错吧 还不错啊 东西都很好吃 而且 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如果每次都有 这么深度的 那个美食旅游的话 那每一趟旅游都 一定会 非常的满足 对 没有遗憾 耶 胖哥还行吗 一边吃美食 一边听Kiss Radio 他要收假了 应该也不错 七点半收假了 七点半收假了 七点半收假 那当然今天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支持宇宙人的专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今天其实这样子 吃喝玩乐了之后 吃饱了 喝足了 心情好了 晚上立刻呢 要来好好的演唱 但我觉得有点累 不会了 一到舞台上又一切都OK了 对不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美食评鉴团的话 就大成功啦 谢谢 太棒了 今天要跟你的朋友们 好